欢迎收看今天1月22号的奉点微博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 来自美国加州13岁的少年班纳吉 2014年用乐高积木制作出了一部低成本的盲文打印机 从此一名惊人 不但获得付金资助3.5万美元在硅谷创业 同年11月更是获得了科技巨头英特尔博出的一笔创业投资款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的盲文打印机每部售价至少2000美元 大多失明人士未必支付得起 因此班纳吉的发明获得了不少失明人士团体支持 的确在这样一个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 只要有创意创业就不分早晚 再来看这条微博 美国科罗拉多州赖福尔镇有一家独特的餐馆 每个服务人员都佩戴着手枪为客人服务 这家名叫枪手的餐厅用大字写着告示 我们不打911我们有枪 餐厅的女店主劳伦今年28岁 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餐厅刚营业的时候 有一位民众在餐馆外被枪杀 经过咨询劳伦得知在餐厅内员工可以携枪 由于他本人就是一个持枪的支持者 所以在招募餐馆员工的时候 首先要培训和掌握枪支之时 最后来看这条微博 经营英国一套天价的公寓被放到市面上出售 标价约合人民币9500万元 该公寓地处伦敦中心与白金汉共警友数不知遥 所处的大楼里游泳池 水疗馆 壁球馆 电影院等设施 一应俱全 连小区里的保安都是经过英国空军特别部队训练过的专业人士 如果你买了这套公寓 你的邻居将会是卡塔尔首富阿勒萨尼 以及乌克兰的首富阿克梅托夫等等名人巨富 房产专家称 如果你买了这套卧室公寓 那么仅仅是印花税就要花费你约1000万人民币哦 哇 真的是好任性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奉典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